嗨大家好我是吳唯 今天來介紹是大怨最新推出的孤虹四代 好不免俗的我們把三代也拿出來做個對比 來我們首先從外盒來看 其實我剛剛簡單的view了一遍我覺得 設計概念其實蠻接近的 就是一些簡單的底圖 然後再加上他方塊那個3D的剖面圖 然後來就是清楚告訴你 這是頭頭的LOGO 然後孤虹V4M 孤虹三代M這樣子 差不多啦 但是四代呢感覺又比較 更大氣一點 不過他的材質就是那種紙盒折起來的 那跟 我們看到那種感覺像 魔芋或是幹連的話他就會更厚一點 那這個是比較薄的紙 好打開之後呢 喔來很簡單就是這個樣子 我必須說這個 這個 那個幹位很重 就是配件盒也蠻像的 我好像之前講過一樣的話 我忘記是哪一顆 應該好像也是大硬吧 好 三代的包裝比較簡單 其實從外觀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走平價中低價位的路線 就很簡單包裝 四代的部分呢 它比較 配件盒 我們先看一下 孤虹V4M 好 來 這個 還是附了螺絲起子 這個 我必須說 就是 到了 這個年代 其實 我覺得螺絲起子的必要性越來越低了 因為 通常包裝裡面能放得下的起子都很小隻 個人覺得不是那麼好用 再來就是很多玩家其實都已經有螺絲起子 而且是自己順手的 喔 這個袋子 是不錯啦 但 這個幹位很重 真的還蠻像的 我們來看一下 解法也是一個重點 這個大煙頭的解法其實都還蠻講究的 其實 不錯應該CFOP其實都收入了 喔這邊有一個簡單的說明 本教程介紹的是三階魔防木田比較 流行的快速復原 就是 CFOP嘛 喔 來 本 卡片中的公司 季莫先生的最新教程 所以是相當強的高手 編寫的一套 解法 好 有興趣的話研究一下OK 好 包裝的部分介紹到這邊 來我們來看方塊本身 喔 很明顯從外觀上就看得到有一個 很大的不同就是 他比三代大 那三代雖然說口碑都很好 可是他有一個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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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就是他很小 他太小 他是54的 這個尺寸其實通常已經不是主流尺寸了 通常就是 想要拿特別小的方塊的玩家才會選購的一個尺寸 雖然說三代做的其實相當的不錯 而且很有特色 但是他的尺寸讓很多玩家就是 不是很 不是很 很滿意啊 所以可能四代的話就是 改改變了這個 這個策略吧 就是還是回復到主流大小 56mm 沒有錯 好 重量的部分 65克 65.4 偏輕 三代是67.8 所以他比三代 大一點 但是比三代 輕 偏輕薄的手感 不錯耶 不過他的軸距設計的好開喔 這我沒有調整過 三代 三代其實也蠻開的 不過 三代軸距雖然拉得很開 可是他設定的那個 彈力很硬 所以他雖然說 可以拉得很開 可是 要拉開的 阻力不小 所以 這個 穩定性還是比較高一點 那這個的話 我感覺他是比三代還要再軟 軟了一級 然後 但是又可以拉很開 所以我想可能轉快點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一些 形片上的問題 好再來就是 LOGO 三代他是貼紙 四代是貼紙 方的 黑色的印刷 四代的話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他要用 這個中心是方的嘛 但是他給他弄了一個 這個銀色的印刷 所以有時候反光就看不太清楚 然後他又是用圓形的貼紙 不知道是從哪個方塊沿用過來的 看一下結構的部分 然後 他的腳塊上面可以很明顯看到的這個波浪紋 在四代是基本上沿用的 都一樣 來有沒有 這個地方都一樣 所以會不會四代只是三代的放大版 喔來 腳塊上面就有比較大的不同 看到沒有 他腳塊的內圓 三代是只有一層 四代就多了一層這樣子 那這一層其實就是 我相信就是增加穩定度用的 這個地方 從內圓你可以看到 四代這邊多了 多了一層階梯 那三代這邊就是一個 這其實比較基本的結構 那四代的話就 多了一層這個 那他可以多一個階梯的這種 這個其實也沒有什麼 增加卡鉗的部分 那大概就是增加穩定度吧 不過我剛剛 簡單初步轉了一下 我覺得四代的穩定度可能差一點 因為他的軸距設計的太開了 中心塊的部分 差不多都一樣 只是他小了一點 好接下來講磁力 三代是屬於中磁 有點小小偏弱 那四代呢 感覺明顯是比較強一點 也算是中等磁力啦 兩顆其實差不了太多 但是四代感覺是稍微弱一點 可是因為四代的貪力也弱 所以這是一個 相應的 的變化這樣子 就是 四代他貪力弱一點 所以他的磁力也給他 弱一點 三代 貪力 貪力很強 所以他的磁力表現就沒有那麼明顯 那轉起來呢一樣是很平滑的沒什麼碰撞 四代多了一點 一點悶悶的那種感覺 一點悶悶的阻力 有可能是因為他是新方塊的關係 就他 沒有像三代 因為三代我蠻喜歡的 我已經 這顆已經磨合的蠻好的 那這一顆就剛拆不久 就是還在磨合中 所以他感覺就稍微悶一點 那這種悶悶的感覺 我某一瞬間 我突然覺得他有點像 這一顆吧 你聽聽看聲音就知道 這是四代聲音 這是 當然這個要再更悶一點 這顆是M11 Pro 但是我拿這兩顆來對比有點不公平 好放下去 我某一個瞬間我覺得他有點像 M11 Pro那種悶悶的那種感覺 就是 很清很滑 然後悶悶的 但是你不要把他以為是 這樣的手感 其實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 好然後呢 在磨合的過程中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可能要講一下 就是 雖然說我覺得他的 這個中心塊 沒有像藤雲一代這樣浮起來 可是我在轉的時候 我會覺得 中心塊 不知道為什麼他有點 在轉的時候會 會 會讓我 只抓到中心塊 就是他自己浮起來 可是實際在看又沒有 他沒有真的浮起來 但是 感覺中心塊就是有一點浮 那三代不會 三代中心塊是 是平的 甚至有點凹下去的感覺 結構上看起來雖然說很像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這個 這個問題 有可能是我的說法吧 好吧 有機會拿到的話 你可以感受一下 看你會不會像我覺得 跟我的 感覺一樣 就是感覺中心塊 好像 變成浮起來了 好整體來講 我覺得他跟三代 其實是真的蠻像的 只是三代他真的是 比較小一點 雖然三代更適合單手用 四代的話 雖然他走向了主流的尺寸 可是 我感覺他沒有像三代那麼突出 就真的很像只是三代的放大版而已 整體來講 我覺得三代是 又小又 輕薄的那種感覺 那 四代的話 就稍微大一點 然後稍微厚一點 悶一點 雖然說他整體重量比三代還要輕 但是 因為我覺得可能就是 比較空吧 就轉起來他會稍微有點悶 但我不是說真的悶不好 因為 M11 Pro更悶 OK 不管是這個容錯啊 正容錯 內容錯 表現其實都很好 而且阻力也很小 所以 四代 我覺得你完全可以把它視為是三代的 放大版 或是說 更符合主流的尺寸的版本 這樣子 OK 雖然說外型上 就 我還是對這個Logo有點意見 好啦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之後我們也會 持續的為各位來做 各種 金方塊的開箱 我是吳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